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Jessie和我们做节目 今天要谈什么呢? 今天是三八虎女节 当然现代一点我们不叫虎女节 我们叫女神节 虽然今天已经过了时间了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就到第二天了 但是有心不怕迟 我们11点钟都是精彩的时候 在这里祝各位女同胞们 身体健康、青春长猪、美美女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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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先多谢大家 Jessie 你好 David Sir 特别是我们的女性观众朋友 说一句女神节快乐 个个都是女神 除了今天之外 其他日子都是女神的 好适合 好适合 不过是的 大家这么说 OK OK 怎么样 大家这么说 当然要的 我们要尊重女性 刚才节目的背后 我跟Jessie说 香港是男女不平等的 Jessie说 是吗 我说是呀 男性不平等的 男性的地位是相对来说低一点的 我们真是女神来的 同意的加一 各位观众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尊重女性的 包括过去的 英籍的时期 其实我们香港人 都是很尊重女士的 包括帮女士开车门 对不对 虽然没至于夸张到 看到地上有摊水 接着的时候 拿件外套 或者拿件外套 给那位女士走过去 这些这么愚蠢的事 应该不会做的 但是开车门 Lady first 这些都是我们基本上要做的事 当年 当我以这个心态 过到台湾的时候 哇 大受欢迎 令到一众美女 觉得 哇 香港人过来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 新市风道啦 那你看看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的时候 就形成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香港的情况 就是说 我们要尊重女性 从小到大 我们都是受这个教育而成长的 那这个就是香港的情况啦 就是轮轮做一个开头 喂 Jesse 你怎么样啊 女神节 好 那今天 女神节 就跟大家谈一谈 中美两地 就是我居住过的两个国家 对女性的一些不同的待遇 好吗 那首先呢 就讲一下我们中国先啦 那就是这个是我看和听回来的 那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少不同 那其实在我们中国呢 女性的地位相对来说 其实是算是比较高的 就是对比起其他国家啦 给我的感受 是的 那你好像政府部门的高管啊 甚至是就是公司企业的那些叫做 CEO啊 其实很多都是女性的 嗯 那 就是其实 你说当时就是我们叫旧社会 旧社会可能就是说四五十年代的时候 那其实当时就是很多中国人的思想都还是挺封建的 对不对 嗯 那都会觉得 哦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种 这种旧的思想啦 这样说 那但是呢 就是你新时代来临 包括那时候 那时候 那毛泽东主席呢 都说过一句说话叫做 女婦女撑起半边天 对不对 没错 那时候呢 是的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我们就是我们的同胞啦 就是我们中国呢 就慢慢对女性的地位呢 是有所重视的 是的 嗯 那其实不排除 都不排除 现在很多的乡村地方 都还是有些少重男轻女的 那我想啊 简老师他如果听到的话 他应该都明白啦 就是好像他们 福建啊 或者其实广东有些地区呢 都还是有些老人家 会觉得 诶 当然是生男好过生女啦 那样 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旧思想 我们叫做 那但是 你整体的社会来说呢 其实 男女平等情况是相对来说是乐观的 我觉得 是的 嗯 那 因为 因为这些东西我是跟其他 亚洲的朋友谈过来啦 那说一下韩国先啦 好 当时呢我就 在大学住嘛 在大学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国籍的朋友 有时候会来我这里吃饭 那我喜欢煮两尾这样的 那我就在那里 其实我都是煮一些很简单的菜 就是炒个菜啊 炒个面炒个菜 是的 那都顺便叫做推销一下我们的中国美食给他们啦 是吧 没错 有个韩国的女孩呢 那她呢就很惊讶 那我说 喂 Jesse 你怎会会煮东西呢 那我为什么不会煮东西呢 那我反而觉得你二十多岁 你儿子不懂煮东西是说不过去呢 我觉得 那然后她就 不是啊 在我们韩国呢 男人是不进厨房的 那我说 那怎样啊 你们全部出街吃啊 还是给你那些女人煮的 那我说是呀 她说在韩国呢 如果男人进厨房呢 是不被尊重的 那就是她这样讲啦 那然后我说 有些这样的事 那后来我去查一下 原来真的是 就是在很多韩国人的固有思想里面 觉得进厨房这些算是比较 就是不算太过高尚的一种家务 那所以这些这样的家务呢 或者叫家头世务呢 是应该给老婆做的 或者女人去做的 那你都可以看 就是由这一点呢 你大概都可以 了解到她是韩国的社会 是有一定的 那个性别不平等在那里 就是凭什么要女人煮的 就是我们男人都可以下厨的嘛 对不对 没错 那日本更加不用说了 那可能因为日本的社会风气问题 那我想可能日本 是最多家庭主婦的一个国家 就是因为很多国家 就是好像我们中国啊 美国啊这样 甚至那些欧美国家呢 两公婆都会出来做事的嘛 大部分情况都是 但是在日本是很多家庭主婦的 那在日本的家庭主婦呢 因为他们会觉得 反正我们那份量啊 是怎么都不会够那些男人高的啦 就是那些男性的员工 他们那个薪金 那个薪酬是会绝对比我们高的 那我不如就是 等我老公出去赚钱 我在家里照老公 或者我在家里搞家头世务 那这件事也是的 那但是在我们中国不是 我们中国呢 基本上是 就是我不理你男还是女 你有能力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 就是相当的 和你的能力相呼应的那个报酬 我这么说 对 没错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我认识内地的 就是男性女性都不少啦 那其实尤其是 就是当年 因为我们想去 就是消费的时候 就是会去打骨啦 是不是啊 很多都是女性的服务员啦 那他们呢 真是担起了整头家的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其实呢 女性呢 照顾家庭呢 是非常之多的 还有的时候很值得尊重的 有很多的女性 其实就真的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就被自己家里的男丁呢 就去读书 就是自己出来 就是赚钱啦 做世界啦 不是做世界啦 是赚吃 是赚吃 对不起 一时口哭 是不是做世界啦 是赚吃 那你 当你去找生活的时候 其实 有很多时候呢 真的 就是我觉得传统的农村里面呢 都有重男轻女的情况 就是发生着的 那其实呢 就是说 当如果他去了一间屋 其实家里呢 是照顾男性比较多 那照顾女性呢 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少的 那包括呢 我有些朋友呢 就是 都是旧式的一代啦 那更加呢 有很多的资源呢 都给了男性那里 那里 女性呢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呢 基本是没有这样的 那尤其是 不好意思啊 就是潮山人的家族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在香港其实也是一样啦 就是大家知道 如果 你是有丁的 就是有男丁的 你才可以分配那个 就是土地 去建房子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呢 就没有这个地位了 那但是的时候呢 就是越到近代 香港呢 其实这个情况呢 就越来越不同了 就是无论你是男性也好 女性也好 其实都是 有相同的机会的 那相对来说 现在我们的特首都是女性啦 虽然真的做得零分的 ok 对不起啊 这一样东西 就是很多人都说 喂 比男人来做呢 可能更好些 那这个呢 我自己觉得呢 就不是男女的问题 而是能力的问题咯 而当你能力有问题的时候 你任何人上去都是死的 但是如果你能力高的话呢 那就不同了 那这个情况呢 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啦 所以 有时候我觉得 所以现在这个特首呢 真的 唉 唉 唉 一声 但是 我祝他三八节快乐 快乐的 就是少些被人骂啦 他少些被人骂啦 也好些的 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少些被人骂 就是证明你做得好了 我也期望你做得好了 是不是 就是望人 望人富贵 不要望人弊矮的嘛 这些是我们 就是中国人的一个 意识来的 那现在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 话说回头 就是所有的女性 都对我们很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要尊重女性呢 喂 生你出来的都是女性啦 是不是 当然你说 没有了爸爸不行 但是 托住这么大嘛 这个苦女的节日 就歌颂了 就是我们每一位女性的新奴 是的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觉得呢 我们中国呢 真的做到 就是相对上来说 真是男女平等的 基本上 现在这一刻来说 还有的时候呢 很多扶持的一个工作呢 是给女性去做的 包括 我们之前也说过 七一分章 是不是 其中一位的得长者 他也是专门在女子的学校 令到那些女性呢 可以上到大学 而且受到教育 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呢 我们国家呢 是一直一直在进行中的 还有呢 它是实现了人类的平等 就是不要理你的性别是什么 不要理你的种族是什么 总之你建得我的国家 在我的国土里面呢 我一定是公平的 所以的时候呢 我就自己个人觉得了 就是现在中国的女性呢 是真的 可以享受到真正平等的待遇 但是呢 在外国呢 就不同了 比如刚才Jesse所说的 日本啦 是不是 韩国啦 这些这样的地方 其实女性的地位呢 是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低一级的 这个是真的的 我自己都观察到 因为有些其实 就是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也有日本的同学啦 就是她都说 是啊 就是女性来说 就是会出来做事 但是的时候 她们都是以照顾家庭为主啦 还有呢 就是你会看到 女性的待遇呢 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差的 就算是 大家同一份工作 女性的收入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另外一个层面呢 对男性都很辛苦哦 因为如果你结了婚之后 其实女性通常在家里面呢 就照顾小朋友的 那你老公呢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重担呢 就落在你的肩膀上了 你就要负责养家啦 是不是 你的薪金究竟足不足够 你养妻活儿呢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压力的 所以呢 在日本那里 就有很多过劳死的情况 你说男性和女性 是不是可以在 就是日本那里 替造成一个平等呢 就更加 没什么可能的 那就更加不用说韩国啦 就是大家知道 大男人主义以前的话 当我们没看到 就是 车太元啊 还有那个 谁拍的那部电影 我忘了 待会找回 那部电影就是 女性去主宰整件事啦 但是其实在韩国 南韩里面那时候 都是以男性为主的 女性呢 通常是处于一个 比较弱势的环境里面 那这个呢 就是 基本上的状况啦 好 加回给你Jesse 野蛮女友啊 我记得 野蛮女友 我的野蛮女友 是的 ok好 交给你 那其实你在 我们中国现在的媒体上面 你都看到的了 就是 你无论是中藝啊 或者是 电影啊 你都见到 其实 在我们现在中国来说 比较有影响力的 或者叫做 我们叫热度嘛 就是那个受欢迎程度呢 都是 好像以女性 佔多数的 现在都 就是 除了那些 我们叫鲜育呢 就是年轻一代的男演员 但是其实有很多女演员 无论是年轻 中年 甚至年老 其实都是被受国人推崇的 是的 是的 一句说完 女性在中国的地位是不低的 那 当然 我们刚才提到有些 就是有些乡村 比如好像潮州啊 福建啊 或者其他各个地区啊 有些重男轻女呢 我觉得都会随着 有些时代的进步 那么很多这些 陈旧的思想 就会被淘汰了 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 有一天 这种思想 这种想法 应该都会 应该都会被淘汰的了 那么我们讲一下 美国这边的 种族 不是 是性别 sorry 是性别不平等 种族都有不平等的 但是今晚我们讲性别 嗯 那么根据一份报告呢 在2021年的时候 女性的那个 income level 它那个入息水平呢 平均来讲 是男性的 84% 那其实有了提高的了 在2017年的时候 是更坏的 平均来讲 女性的入息呢 是男性的一半而已 就是比如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美国男公民 他比如说 一年六万元 可能一个女性 只是三万多元 那现在就叫做 84% 叫做提升了 但是 始终都是有个差距 在那里 嗯 然后呢 你其实 就是 虽然美国现在 它标榜其中一个 政治正确 就是这个 gender equality 就是性别平等 嗯 但是你 都是可以感受到 就是 我跟那些女性朋友 聊过聊天呢 他们都感受到 在职场 他们如果要去 呃 叫做 在职场上面 有一个advancement 的呢 是很难的 就是如果 你说要升职啊 加工资啊 他们感觉上 是难过 那些男同事的 他们觉得 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 因为美国人对女人 对我们的女性呢 始终是有一种叫做 呃 出版印象呢 就是觉得 会不会你的女人有时候 太过叫做 感情用事啊 或者不够决断啊 之如此类的东西呢 或者你 你会不会太过弱势啊 那你知道啦 如果做得领导层呢 就是做得那个叫做管理层呢 你一定要强势的嘛 嗯 那可能还是 有这种 这样的黑板印象 啊 所以就 间接就令到 女性 在美国的职场地位 始终是不如男性 是啊 那其实你说这件事 包括在我 就是我那时候 读书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一个课题来的 我记得呢 就 呃 我们那时候学历史嘛 就是美国历史嘛 就是嘛 好像美国的女性呢 而且还要是白人女性啊 其他族裔那些不行的啊 美国的白人女性呢 是在1920年之后 才获准投票的 嗯 嗯 嗯 那其实两个东西 就是 就是已经是整百年之前了 那这个是有些久远 但是其实 你可以看得出呢 其实在美国女性的地位 是一向都不算太高 嗯 就是它是有那个 它是有那个历史淵源的 嗯 的而且确是 是的 就是现在的人 当然不会说 摆上脸的 那样去歧视女性啦 那样 就是人都会骂她 如果是这样 但是其实 不多不少呢 其实就好像那些黑人那样 就好像那些有色人种 那样 你虽然说到明说会平等 但是其实你依然是比较关照白人的 那在性别上来说呢 其实大部分公司都好 甚至是他们政府部门都好呢 其实都是比较关注男性 或者比较希望去叫做带怯一些男性的 就是那个政客 我这样说 嗯 是啊 所以这件事就是一种性别不平等 就是这件事不是说我去抹黑美国 就是如果这里有住在美国的朋友 你其实你一按那个 Gender Inequality 下去 你就会见到有很多 新闻或者文章 提出出来 你就可以理解到 其实 这件事始终是美国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之前经常说的种族得平等 和今天说的性别得平等 其实这两件事在美国一直都存在 我有一个问题 所以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 我理解美国 其实东西岸还有中部 中部比较保守一点 我就觉得女性的地位 基本上那时候没什么 因为都是奉行着传统的价值观 但是呢 你在纽约 在加州 这些这么先进的地方 可以说 美国的一个核心地带 包括华盛顿 其实的时候 女性的地位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差的吗 这件事我真的好奇 我就想请假一下 它差你不可以说差的 但是始终跟男性是有个差距 是 是的 其实你说在民主党州 当然 他们女性的普遍地位 高于在共和党州 因为你知道 保守派 我们之前节目都有说过 保守派人士就是 他们不单是以白人为主 还要是以白人男性为主 对不对 是 没错 所以 所以 其实女性在那些州份的地位 你不可以说她们是在 什么 受苦 或者受烂 这样说的太过夸张 但是始终是 跟白人男性有一段的距离 但是你在加州就好些 加州和纽约都好些 但是 我身边的朋友 都会有时候说一下 其实可能他们在自己的公司里面的发展 又不是太过愉意 他们就会说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做一份工作 我都没有办法 有一个advancement 我都没有办法升职 但是 有些男性同事 好像 就像是 随随随随随 就已经可以第二年就变成manager 那两个东西都是 嗯 嗯 是啊 她或多或少 那两个东西 我又不可以说 每个公司都会有性结其事 对不对 就是我们有说句说句 嗯 嗯 但是你很多 就是 有很多公司 她请那个高管 就是高级管理的那个标准 他们其实 是比较倾向于男士 OK 就是正如我刚才说 是啊 就是我刚才说那几样东西 就是那个 黑板印象 就是认为管理层 一定要强势 一定要严格 那么 很多人是认为 女性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这样 OK 那其实你有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的 那么其实很多大公司 她有没有女性做高管 肯定有 但是其实 很多女性的职位 都只不过是 就是一些副手 就是好像你有President 那你那个Vice President 就是那个所谓副主席 就是那个女性 但是那个 坐一哥的位 那些 大部分都是白人男性 嗯 嗯 嗯 这件事也是 你好像 我有个朋友 他在Amazon那里工作 的 他呢 他都跟我说的 他说 哇 在我们Amazon 就是管仓库的那帮人里面 就是那帮管理层里面 一共好像说有二十几个Manager 那样了 里面好像是四五个是女人 嗯 是啊 那这样东西又是 那难道你说 我们那些男士 是不是真的特别 优异过那些女人呢 那我又不觉得是 啊 因为大家都是人类嘛 嗯 那你说智力那样东西 其实不关 不关你性别史的 啊 那你说女人做不到事吗 那当然不是啦 啊 女人当然是 就是好像很老实讲 就是我说 我 其实我遇过的很多女性 无论是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呢 她们都非常之有能力的 那肯定不是能力问题 那但是 为什么还造就了那么大的差距呢 就是那些人的观念 美国这边很多管理层的观念 没办法扭转过来呢 我觉得 那这一样东西跟我们的认知呢 其实是出入的 我们一直觉得 美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的 嗯 包括呢 就差点会有那个女性的总统 啦 希拉莉啦 南韩都有 是 那我现在去看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民族性上高呢 都是 就是 女性是 比看得一线的 哦 就是没有真正的那个平等待遇的 都是会遇到你一个职场的天花板 是不是 还有的时候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一个种族问题啦 一个性别的问题啦 是 这个都是会有一个极大的差别的 是 是不是 这个是有的 所以我就 我就说 其实你说 美国是不是一个平等 是不是一个自由的 绝对自由的土地呢 是啊 但是看你是什么人 嗯 我经常都这样说的 嗯 你不是 你不是说是人 都可以在美国这里 你那个受的待遇 你都一样的嘛 嗯 嗯 我很早就在你那里讲过 嗯 你好像我们亚裔那样 我们亚裔去年受过多少个暴力襲击事件 大家都听我讲过不下于三次 嗯 嗯 但是它的媒体有跟踪报道吗 没有啊 它依然在发生着 但是 但是现在都 都基本上是没有报道了 OK 因为你 因为它的主流媒体觉得 不值得为你这些责任发声的嘛 嗯 是吧 所以它 你跟我讲 你美国是一个 绝对公平的社会 我真的得淡笑而已 所以为什么 就是我经常跟朋友说 你如果是熟悉美国的 真是了解这里的呢 你才发现它 其实真是 跟你来这里之前的 那个 那个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或者和你的期待值 有很大的出入 嗯 我真能够这么说 嗯 包括我自己 我刚过来这边一两年的时候 都觉得 哇是哦 这边很多东西都很公平 好像很多东西都比中国 好 但是 随着自己的经历 多了 见的东西多了 还有了解当地的 各种各样的文化多了之后 你才发觉 哎 原来又是这样的 这边 好观啊 我现在听你这么说的话 这个也挺大件事的 我感觉 对吧 其实我 其实我 一直在你这里说话 都不是为了抹黑美国 那我说事实 你觉得是不是抹黑 什么地方啊 哈哈哈 这些这样的情况 其实 都没有用 你说在 是啊 你说在L.A.地区每个月的生活花费 是啊 没错 这些这样的情况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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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有个朋友听了 他都跟我数了 他说 你千七块哪里得的 Jazzy 我跟你算 那算了 那算了两千五块 就是了 大家觉得 你保守了 但是 我每个月 我算了 那算 其实都是 两千多块 其实我现在吃 我都尽量不在外面吃 我可能一个星期在外面吃 一餐 两餐 哦 哦 之前真的每天在外面吃 煮什么东西 在外面吃 是吧 铸个扒 或者我去 中餐馆那里 叫个鸡煲汤 那挺好的 是吧 现在真的 现在吃 吃不起 现在真的 没其他原因 就是因为吃不起 喂大哥 我怎么接受到 你60 喂 我两个人吃 两个人而已 可以吃六十多块的 嗯 嗯 六十多块 真的 我 我早几天见回一个大学同学 跟他吃拉面 是 叫了两碗面 一碟小食 跟着一瓶 一瓶啤酒 我喝他不喝 一瓶啤酒 埋单 你猜一下多少钱 两碗面一个小食 一瓶啤酒 嗯 四十元左右 应该 你不是太多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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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六 二百多元 年小费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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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年小费五十 OK 那我跟你说了 昨天早上我去喝茶 相信 有些网友都在听我 知道我和什么朋友喝茶 因为我的网友是来的 后来变成好朋友 那我去吃饭 不是 去喝茶 五个人 我们大概十一点钟 因为聊天聊了很久 坐到三点钟 吃了多少钱 五个人 那叫了 适量的点心 有那个芋头糕 沙溪的牛肉粥 跟着的时候还有那个 揚州炒饭 是 还有些包点 还有些饺子 水晶饺子 那些 大概这样的 埋单 多少钱 嗯 几个人 五个人 五个 五个人 是 四百元要不要 四百元 哈哈 哈哈 我有张单在这里 我先看看 哈哈 好啊 张单的数字 是 145元 哈哈 哇 145元人制 哈哈 五个人吃 哇 是啊 那你们真的吃得便宜 很便宜 是很便宜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 正不正 但有一件事我想说 因为 因为 据我所知 在开平现在 如果你去吃 就是我们 这些三四线的小城市 其实是比你们 中山啊 广州那些大城市 是 就是我听说 就是我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呢 就是很多人觉得 喂 我在广州吃餐饭 都好像便宜过在开平 为什么呢 就是有些前辈跟我解释 说因为人家大城市 竞争大 资源足够 所以那些价钱呢 是不需要太高的 是 但是你开平呢 就是好像我们那些三线 或者三线以下的城市呢 始终那个资源不够人家高 不够人家多 有很多东西都要运回来 在外面运回来 嗯 那那个成本就高了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 原来开平的消费是 高人家的大城市的 这种就是一种怪现象 那希望可以得到改善 我觉得应该都会的 因为我不是跟你说过的 我那时候2017年回去吃饭 就是我们三个人吃 三菜一汤那样 两百多元 哦 都贵的 都贵 是啊 那对比起你五个人吃 一百四十五 那是不是贵过你们呢 那还有当时是2017年 你现在是2022年 对不对 没错 我看到他晚上的餐牌 我都很想吃 三个菜 九十九九 三菜 九九九 不是九百九十九 是九十九 我想再加上汤物八多元左右 搞定了 三个菜 四个人吃都可以 是吧 小吃一点 是不是 那我们说起餐馆了 我们说起餐饮业了 是 我刚才有首多去按一下 去查一下上网的资料 在美国的餐饮业呢 他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餐厅 和那个经理是女性的 是 即是百分之七十几的 这个饮食业的经理级的人 管理人员是男性的 百分之七十几的管理人员是男性 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女性 嗯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一个 一个什么来的 一个体现来的 嗯 那当然 你都可以说 那有些女性 可能她不喜欢做餐饮业呢 那可能她半路出家的转工呢 那可能那些男的呢 就 做一生不可以的 都可以的 即是 即是你喜欢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 照目前这个数字来看 好像相差得太远了 嗯 那还有你知道 你知道美国里面 即是我想很多华人朋友 如果是住过美国的 都打过餐馆工 包括我自己 都打过餐馆工的 那 你知道那份提示呢 经理是分大份一些的嘛 嗯 是 没错 是啊 那当然如果你说 特别 即是特别美国式的那些餐厅呢 它 它 是这样的 即是一个 即是一个 待客人或者待客人 她是 即是说 我提供了这两张桌子给你 即是譬如 譬如 David 今晚就你看1到3号桌子 那 1到3号桌子的所有提示 全部是给你的 是的 那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呢 就叫做公平一些 那但是 其实有很多的餐厅 好像我们的中餐厅那样 或者好像 那些 亚洲式的餐馆 就是什么 寒烧啊 壽司那些 它们就不是的 它们是收了所有桌子 即今晚生意做的所有的提示 然后它再按这个百分比 去分配给员工的 嗯 那 那当然 那个百分比最高的是经理 是吧 那这个又是一个 是的 那那个收入 当然都不同 那所以你就看了 如果你说百分之 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的经理是 类性的话 那你想想在这一行里面 那个 那个 入息 那个差额是有多高 就是 在两性之间 在男女之间的 那个入息差额是有多高 大家又可以想想 OK 那你这个差别的时候 其实 就真的剃造了很多的不公平出现 是吧 就是 绝对 是的 这个是对他整个社会 所以我很失望 是 是没有帮助的 你说得对了 所以我说很失望 我说你 美国人你不是 自认为是全球最先进的一帮人类来的吗 那你的观念应该都 都应该是很先进的 是应该很开放的 是吧 为什么你这么保守 你在职场上 这么做男兄女呢 嗯 这点我是挺失望的 那所以如果有黄人的朋友在这里听 特别如果你是女性的 如果你想要过来美国 你想正想错 真的是 溫兴提示 嗯 嗯 嗯 这个情况呢 其实在中国呢 就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的 至少我目前所 听到的朋友 其实大家都工作得很愉快 是完全 憑能力呢 就想去做事的 不是憑你的性别 只要你做的事呢 无论你是男定女 你也是可以上到一个高的位置 因为这个呢 就是我们国家很公平的一个处理方式 他是容人为财 不是看起性别 那还有呢 就是年轻人 其实有很多机会的嘛 所以我经常奉劝Jesse Jesse快点回来啦 其实不是催他 我知道他尽快的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回到来的时候 以他一个年轻人呢 我就觉得他是很有机会 在内地做很大的发展 就不需要 好像在美国那里 就虽然在做事 我知道现在Jesse 其实都挺受重用的 因为一个打三个 搞定了 那些东西 但是回到内地 我就觉得更加正的 所以的时候 年轻人呢 是很大机会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不是差你鞋 你一个打三个 你一个打三个 我就来变叶敏 有牌 你一个打十个 你应该不行的 我觉得 是的 真的 是不是 如果他说 Jesse 一个做十个工作 行不行 那我就会和叶师傅说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 是的 其实没什么 你不要逼我 哈哈哈 但是有能力的人 去到哪里是有能力的 好像一位网友 平时跟他谈开的 他是一位女士 他真的很有能力 因为他跟我说 我无谓指名道姓 但是他有看我的频道 都知道我说谁 他知道我说他 其实他也是一样的 他作为一个女性 就是来到香港工作 就是那时候 移居过来香港 那时候呢 就在香港工作 其实他很多就是 老板 或者是 话事人 我说得像一社会 真的不好意思 其实不是 OK 那时候呢 他的老板 都很弃中他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他做事呢 就是听他说呢 是非常交代的 是一个呢 就可以抵得上两三个的人 那这些呢 就是说 他是作为一个女性 在香港呢 都一样有同样的发展空间 还有我始终觉得 女性做事呢 是细心过男性的 想的事呢 是比较仔细一点 相对来说 不是绝对 那所以的时候呢 女性作为高层呢 是个人数会多一点点的 就是 挺 挺切合这个社会的情况的 那还有的时候呢 由于在香港 女性真的特别受到尊重的 就是我们呢 就很多时候听 你歧视女性啊 你觉得女性不行啊 喂 男人做到的事 女人都可以的啊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香港人呢 就是怕老婆的 就是我们奉行一句说话 怕老婆会发达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句说话 所以的时候呢 很多男性呢 其实很尊重女性的 就不会轻易这样呢 就是去动手啊 又或者是 就是跟女性的关系呢 就会比较差的 那所以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 在香港来说呢 其实整体来说呢 社会的氛围呢 在男女平等这一方面呢 是做得相当之好的 这一方面就不需要说 特别去做些什么 但是在美国上呢 我看到现在的情况 就是 其实在某一些种族 你的性别上高 又或者你的出生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会不会提供给你多些方便呢 其实香港都有的 你出生好一点 那当然好 因为你有钱嘛 有钱有免 就是有权有势 对不对 那你如果在这样的层面上 我是没得说的 因为有钱人 但是呢 如果在其他社会的层面上呢 女性做的工作 和男性做的工作呢 其实相对来说 是平等的 我们都见到呢 香港有些女性 是做搬运 做司机 做物流 那些其实都不少 就是有一位很漂亮的姐姐 都不错 挺健美的 但是她都是做一些司机 物流的工作 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香港呢 相对来说 近这十几二十年里面呢 我暂时都没听到 有关男女不平等 或者男性歧视女性的情况出现 我不知道对不对 同意的加一 各位 就是我自己 可能我孤陋寡闻 但是我自己就没见过 反而呢 尊重女性的情况 就很多 所以香港呢 就是 香港呢 和内地呢 是真的比较 就是适合 男女性呢 尤其是女性呢 去工作 年轻人 特别是啦 是不是 因为能力要强 是不是 还有做公务员呢 我最近听到呢 真的很惨 哈哈 在内地做公务员 哈哈 是啊 是啊 很辛苦 整日 整日要加班加点的 是 没错 我在公务员家庭长大的 那我不知道 是 就是 很老实 有很多人 不是说个个 很多人经常都说 做得公务员的 就会贪 贪这儿贪那样 没有啦 如果是贪得这么厉害的 我早就在美国这儿买屋 我公务员家庭长大的 那我小鬼在那边租屋吗 真是 那些人真是 就是 关于我家人 他们一直以来 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这件事 我自己都觉得自豪 真是 嗯 嗯 今天 这个三百女神节 我们呢 就对女性的同胞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到最后 我们也要讲一讲 有关疫情的问题 虽然我们录的时间 是大约中午的时候 今天确诊数字 就没有出来 但是呢 香港是拿第一的 香港呢 人均的确诊数字 就比美国的了 美国都没有香港那么厉害 全球第一 那你对香港的疫情有什么看法呢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就是 是 因为 我很多朋友 就是在香港居住的朋友 都好像中了智会 是 那 有些是很镇定的 有些呢 就觉得 就是 预了的啦 是的 但是有些呢 就真的是 哭哭哭的 那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香港现在的措施 是不是做得不够呢 那还有 就是我听说 我好像要禁足四天 还是几天 是不是 禁足 有四天 是的 有六天 又有七天 又有十四天 看你的情况而定 是的 我现在都很模糊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么 所以的时候 但是你有 嗯 嗯 我想说的是 譬如你有一个确诊者 你把他措施 我当你措施他四天 好不好 嗯 那你怎么 你怎么知道出街的是确诊者呢 就是你有没有方法可以 你有没有方法可以很有效的去 去 确认到 你是有效控制到 这些确诊者 让他们不要出街 很难 我这样说 可能 是不是 我这样说 衰些 但是你们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 既然你制定了你的政策出来 那你做吧 但是你可以确保 你可以好好地实行吗 这个 是不可能好好地实行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那些患者在哪里 你要他自己全部自己搞定 是吧 快速检测劑回家 自我旁边 自我看医生 打电话又不通 是整天不通 但是又不知为什么呢 就是消防署那边 我们有一条热线 以及用WhatsApp 用FreeChat 这样的方式 反而就通往 联络了几千位人士 我相信到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已经有千 已经有个万位的人士 是收到的资料 也知道 正在安排他们入住 不同的方仓医院 或者是隔离中心的了 那这个呢 我始终都是说一句 喂 我们的邓炳强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有很多的 现在你看到政府去做的时候 都是热线电话 只是热线电话来的 但是呢 就没有想到 找一些社交媒体 去联络一些香港市民的 其实 就是你用FreeChat去联络 很简单 政府为什么不做呢 就是用微信去联络很简单 开个号 公众号也好 什么都好 你用微信 用FreeChat 香港的时候 差不多 每一个人 不是有一种 FreeChat 就是有WhatsApp 或者FreeChat 和WhatsApp 同事都有 那你又不这样做 你就搞到大家 在拖拖拉拉拉 就算一些老人家 他说他不知道怎么用 寫不了字 其实你可以用錄音的方法 去帮忙他去处理 或者找其他人去处理 起码你快捷处 你只是用个电话 你干什么呢 我差点想说粗口 真是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真是不好意思 但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我个人小小看法 好 我觉得你一个地区 你一旦封了它 好像我们中国那样 就是我们内地那样 但是一旦就完全没有封 就是你可以说 OK 那么 学了欧美 群体免疫 至少你说 确诊人数上升 但是至少大家有工开 经济依然是保持运转 我觉得你是这两条路 嗯 但是你现在好像不顶不吊 你又好像那些餐厅 好像什么 早上10点开到下午6点就算了 怎样 那6点不准开 是啊 大家现在收了工 是吧 那你收了工 那你又不准别人开工 但是你同时 你又不去封社区 你又不封得狼死 那就是 你既没办法 很有效地控制你的确诊人数 你又停止了这个经济活动 那你想怎样 两边都输 左边有输 右边有输 是 这个是最PK的 对不对 是 没错 就是其实 你疫情到现在两年多了 是不是 两年 你一是就像中国那样 像我们内地那样 你选择人命 你暂时放弃经济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是不是 你一是就好像美国佬那样 放弃人命 不理了 大家染疫 但是最重要是开工 但是他开工其实也没什么用 因为现在的物资和卡在港口里面 其实就是我 A和B 那你又不是的 是要选择一个C出来 就是你现在是 我又不理那些人命 我又不理经济 哇 你怎么想到出来的 林郑政府就是 我不是香港市民 我可能没什么权去骂你 但是 有啊 你是中国人 你就可以骂的了 当然可以骂一国两制 他在一个国家里面 对不对 绝对可以骂 和夜加一 多谢各位 我相信很多佳一的 那晚 是 免得骂他 他已经是这样做了 所以我觉得 哇 你一个这么好的城市 就是我之前看到我的朋友 发给我的照片 就是他们都住香港的 那他们发给我看的照片 就是你医院那里 就是很多病患 那样 对日一起 有些又生死未卜那些 那我觉得 就是你一个国际大都会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还有 就是 我们中央 就是我们内地是有援助的 嗯 我们是有援助 钟南山教授 他都去了香港帮手 是不是 说了话 没有去到香港帮手 但是有说话 指示应该怎么做 或者提供意见 他不是说准备 他不是说准备 起程去香港吗 咦 准备起程去香港 我先找一下资料 是就正了 正啊 孙春兰啊 钟南山啊 到香港 我觉得这个是 很多香港人 希望他来的 是啊 看一下 但是他去到没用 他去到 你上面那帮高官 要听他说 才行的 不听的 你算吧 Jesse 你 这些呢 很多人说呢 他自己狠狠 但是这些时候也有人说 他想要攬炒 攬炒那个 不是全港最大的那一个 一手遮天 是不是 我说了事情 不是12点钟之后 好像全 所有的时间都是他说了事情 和夜加一 香港人說是否有得受 很多東西是很明確的 你不是蠢 黃 蓉 廢 懶 蠢 五樣東西 我們是柱基卿所說的 根據我所看的 全部都歸納在第一個字上 大家知道是什麼字的 這裡不多說了 是不是 和我的衣服一樣顏色 就是這樣 你說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他就攬炒了 我現在穿著一件泥土色的衣服 我們說是黃土高原 大家就知道了 你看我多隱悔 就是這樣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他就說了事情 你又沒辦法 又沒辦法 這就是最嚴重的情況 他根本不覺得人民的生命 或者是財產 或者是經濟 或者是能不能上班 能不能上班 完全不在他考慮之跌 總之以個人意志決定所有事情要怎麼做 所以他可以連任 我說得不好聽一點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可能 我現在雖然很想說 只是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也是要保留一下的 是不是 保留一下什麼都可以的 是 我會說的時候 天無眼 完全是天無眼 所以我們看到 就算是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他們是選了另一方面去做的 是希望振興經濟 你起碼其中一面是可以的 但是香港是兩面都衰 你說兩面都衰 哪有可能啊 大佬 你起碼一面是可以的 一面是不行的 正常來說 是不是 你說兩面都衰 你除非是刻意和專登的 我自己有這樣的看法 我又不敢說他是有什麼陰謀論的 因為我都不想違反國安法 是不是 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情況的機率真的非常低 我就期望他真的好好地為民設想 做好現在要做的事 那就最棒了 千萬不要搞到一團糟 雖然你不可能再連任了 但是的時候你都不要搞亂整個香港啊 喂 我們還要生活下去而已 你每一年 待著五百多萬 你真的去哪裡都可以 你去哪裡生活的時候 我相信你下半世一定過得到的 但是 問一句 你的心安不安樂呢 你的心還安樂的話 我真是佩服你了 那麼多人命 經濟呢 就比你這樣玩法呢 就可能沒了過千億的 甚至可能幾千億都有機會 因為你整個市場呢 現在是正英英的 沒有人敢開門啦 一開出門 一經營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告訴你 我現在虧了錢的啦 那你有什麼意思呢 而且多虧一百五十個巴仙 那玩什麼呢 根本就沒有人會跟你玩下去啦 這個就是最糟糕的問題 喂 傑西 交給你啦 我罵完了啦 哈哈哈哈哈哈 發洩完好些了嗎 哈哈哈哈 其實我每晚都在發洩的啦 你可能看不到啦 你跟我做節目你就知道啦 對呀 每晚都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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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說清楚一點 David Sir 你說你每晚做節目發洩好了啦 對呀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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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晚都在做 每晚都在做 每晚都在做 所以我最近的聲音 我都在咬咬的了 是的 因為Sir太生氣了 吃回蓮花青蚊膠狼 就是你現在他這樣做 真是 我認識任何一個現時在香港居住的人 無論他是什麼政治意識形態 都在罵他 是的 真是 你怎麼會搞成這樣呢 沒錯 沒錯 還有 最重要的是 你現在香港的情況 真的令我想起 2020年3月份的加州這邊 是嗎 真的是這樣 是 你物資又短缺 是啦 接著那個時候又人心惶惶 不過現在叫做 即是這邊的人啦 即加州這邊的人 每個人都習慣了 又不戴口罩啦 這樣 即是我很慶幸的是什麼呢 譬如我昨晚我去買杯奶茶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商店的人都是戴著的 即是他餐廳啊 或者商店的人都是戴著口罩的 而且他們都要求客人戴口罩的 那我都見到其中有些客人就在那裡討論 現在不是說這個口罩禁令是取消了嗎 他說是的 但是現在商家仍是要求你們戴的 是可以要求客人戴的 嗯 那兩件事其實都 還不是最壞啦 這樣說 嗯 其實都還不是最壞的情況 但是沒有的了 即是 無論在 但是有一件事是這樣的 你美國這邊的住屋呢 就怎麼都闊過香港啦 很老實講 那就算是 譬如說一個家庭成員 乖夜總召的 他都有間房間可以隔住 那我有朋友跟我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那大家可以更正一下 說很多香港人呢 是沒有自己一間房的 就是可能會跟其中一個家庭成員去媽房睡 就是譬如你一家四口 但是你可能就是整間屋只有兩間房 有沒有這種情況 多不多 很多啦 大佬 跟老婆睡啦 是不是啊 跟子女睡啦 你哪有這麼大的地方啊 你只有四百尺 你想建四間房啊 四個人睡啦 還是建五間房呢 那你的廳去哪呢 你是不是廚房 廁所都要做房呢 是不是啊 間房你不用用磚了 你用磚就少了點位的了 所以通常是一房到兩房 那你說一房到兩房 你怎麼辦 好一點就三房 那這個情況就是很常有的 是不是啊 同意是加一的香港 我們不是內地啊 我內地的時候啊 不是 你冷靜點 你冷靜點 沒有我最近 我之前都說過 我之前都說過 香港今時今日這樣的居住環境 不是你們市民的能力問題 不是我們內地人特別優秀 所以我們住的屋子特別大 不是 是因為第一個 政府的能力 第二個 就是你們那邊的地產商 太強硬了 OK 我一直都是這樣覺得的 你香港人的平均入息呢 就算在世界範圍來說 按地區計也好 按國家計也好 就是特別行政區 這樣跟別人比 香港都算是高的 是偏高的 是啊 沒錯 那個入息中位數 但是為什麼居住條件這麼惡劣呢 是另外一個課題 今天不說 但是正是因為你居住的環境窄的 你居住的環境窄 所以你一個家庭成員 你帶回家就整家糟糕了 所以我都聽說過 可能有些媽媽又罵兒子 有些兒子又罵爸爸 不要擔憂了 大家都不想的 是不是 甚至我有時候聽到有個媽媽 叫你不要經常出去 然後女兒就拼了 喂 我不用上班的嗎 我不用賺錢的 是不是 不如我不用給家用 好不好 是不是 那這些 病毒這件事你見不到 你也避不到 你只能夠說 你確保你出門要戴口罩 多些用消毒酒精 或者打疫苗 就是你做到的事情 你都做完 但是如果你依然出事 你都不要太害怕 我只能夠這樣說 你當我安慰大家也好 怎樣也好 但是我個人 所知道的事實 就是 Omicron的毒性藥 大家都知道 還有我身邊的確 都有朋友 或者同事 是中過招 然後又是 過幾星期就好回來的 年輕一點那些 可能抵抗力好一點那些 三天就好回來 所以 當然最好是大家都不要有事 但如果一個不幸運 中了招 都不要太害怕 不要慌 不要亂 好好養生子 是會好得回來的 對 沒錯 這個絕對是的 真的 我就覺得 整體上高 大家就自求多福了 不過不要緊 幸好香港有鄧炳強 我就覺得 有鄧炳強一出來 我們就充滿希望了 林鄭月娥真的不要再出來 雖然 你又在 國際婦女節 有短片致詞 但很明顯是你之前錄定的 同一套衣服 一片 同一個時間錄兩條片 但真的麻煩你 你不要再出來 出來很多人罵你 真的 抱歉啊 這個真的要講一句 那就多謝Jesse先 真是 很開心啊 Jesse 真的跟你聊天 真是正 年輕人 令到我感覺都年輕了 令到我都年輕了 整體的感覺 對呀 說過很多次了 真的 好吧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了 多謝Jesse 晚一點再跟你聯話聯絡 好不好 聊聊 好 拜拜 大家保重 拜拜 拜拜 拜拜